另外来看到是今天时报周刊报道说 高凌峰认为金友庄的是被下符咒的 艺人高凌峰为了挽救婚姻 在21号带着全家人还有金友庄到泰国二度蜜月 结束了假期回到了台湾 那么气色看起来都还不错 那么跟金友庄的感情似乎真的是比较融合 不过根据时报周刊报道 高凌峰出国之前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曾经语出惊人的说 他认为是金友庄被下了符咒了 才会被那个男的给迷惑 确实这一次真的是很棒很棒 看起来气色很不错 高凌峰带着妻子金友庄 还有宝地一家无口到泰国度假 不仅增加夫妻情感 也带金友庄离开外遇的风波 这次旅行给我感觉好像是 玉果重生 燃烧把火鸟 结束泰国五天四夜蜜月旅行 比起前几天受访时 高凌峰脸上笑容多了许多 气色也红润不少 遇到婚姻问题更显得有信心 其实高凌峰出国前 接受专访表示 自己相信金友庄没有和张志坚舌问 甚至深信金友庄被下符 才做出让人误会的事情 更说他气得想打断张志坚的腿 不过高凌峰也承认 自己过去的风流运势不少 但是现在的高凌峰 只想把家庭顾好 更为放软姿态 就是为了挽救婚姻 即使两个人分房睡 但还是不减高凌峰对婚姻的信心 这场旅行的话 我觉得应该要 一定要给90分 就是他会更真正我的想法 而不是说像以前 比较男尊女妃这样子 金友庄和高凌峰两人的互动 似乎真的比出国前热弱许多 两人手上还多了手环 刻意晒恩爱 说要套住对方 原本一场疑似 妻子外遇的风暴 目前看起来甜蜜收场 终于新闻 简正峰林文婷 桃园采访报道 再见 谢谢大家